大家今天晚上看到的是我们 边缘线一个非常传统 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飞行项目 至今已经传承了 从宋代到我们现在 已经有一切多的历史了 我们也是跟着我们的祖辈传承下来的 我们从会走路的时候 已经跟着父辈祖辈看着 然后到我们十二三岁的时候 我们就参与进去了 大家当时我们的力气 比较小 我们就扛着龙身 再来捂 然后逐渐长大 力气大 我们就五龙头五龙尾 这样学过来的 这也是我们的炮龙精神 拼搏进取啊 这种团结的 辅助的精神 一直传承下去 像我们也把这个传到我们下一代 会不会觉得痛或者是害怕 不会 开始的时候是心里有点 但是真正的参与下去了 真的感觉不到啦 我们因为我们放了鞭炮 避免不了有些鞭炮到身上 有一些伤痕 但是这不是很重伤 可能过几天就恢复了 第一次有那么多的 我们台湖过来 我们这个炮龙也是 疫情之后 也是刚开放 所以说也很难得 真的希望也走到台湾 把我们的文化带过去 也希望我们台湾同胞 把文化带过来 我们相互得满st Haha